來我們看這題 這題我們一般來講在我們高質課竿當中比較沒有在訓練 其實這題要用一點極坐標的觀念 好不好 什麼叫極坐標 在我們在數學當中我們習慣上去描繪一個圖形的時候 習慣上用直角坐標觀念 好不好去描繪出點坐標 那其中我們說用直角坐標來描繪點之外 我還可以用極坐標觀念 好不好也就是用什麼用長度和用角度來代表我們點坐標怎麼說 老師想請問一下假如說一個點坐標老師先舉例好不好叫P點 P點坐標是-31這樣行不行 那這時候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P點坐標老師可以怎麼寫 你觀察一下 我這時候可以畫出一個直角坐標從出來 你看一下P點坐標軸是幾 A軸是幾 -23 -23是-1.7多 Y軸是幾 1 所以說大概大概可以找出這個點叫P 所以說這個點坐標叫P點 他是-231 那老師試著做一件事情 好 這是我的原點 我把P點和原點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你看一下 這時候我去把這邊 去對A軸做一個垂直下來 這時候形成一個直角上行 我們看到 這A軸寬度就是幾 -23 Y軸高度就是幾 1 那這個點和這原點距離就是幾 B4定理 這段距離就是幾 把平方加平方 開根號是幾 2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 他是2比1比根號3 可見這角度是幾度 30度 可見這整個角度是150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之後 其實 我這點坐標P點 老師可以把他轉換成多少 告訴我 老師這點坐標P點 老師可以把他轉換成 今天 這P點 和這原點距離是幾 2 所以P點坐標可以把他轉換成 2倍的cos 150度 這樣行不行 Sine 150度 換句話說 原本這負跟231 可以把他轉換成 2倍cos 150度 2倍sine 150度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個點坐標 負跟231 其實我們可以用 長度是幾 2 角度是幾 150度 來代表他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不相信嗎 你把cos 150度算出來是負的2分 2分4跟23 乘32是負跟23 塞150度是2分 乘32是1 所以說算出來有沒有一樣 有吧 所以說原本 P點坐標是負跟231的 那我也可以直接把 他表示成長度是2 角度是150度 所以P點坐標可以寫兩倍的 cos150度 Sine 150度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可以用角度 去把這點坐標把它找到 這樣行不行 好有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多少 他說今天在坐標平面上 有O點坐標式 0 0 P點坐標式 -34 Q點坐標叫SY 這邊有O點為原形 線段OP為半徑 逆時針方向旋轉30度 50 好不好 這時候P點和Q點會重疊 麻煩你求 Q點坐標是多少 這樣行不行 好 這是我們畫圖來理解 好不好 這有A軸 這有Y軸 P點坐標式起-34 A軸是-34 Y軸式起-4 O點在這邊 P點坐標 A軸是-3 Y軸是-4 這樣行不行 所以P點坐標是-34 OK 好今天 你看一下 我今天把這P點和O點連起來 那題目說多少 他說以O點為原形 線段OP為半徑 換句話以這點為原形 這麼長為半徑 按逆時針方向旋轉30度 旋轉30度之後 達到這邊 這叫Q點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旋轉30度固埃 以這點為原形 這麼長為半徑旋轉固埃 這時候Q點坐標叫SY 求這SY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你旋轉和固埃時 這個一樣是幾度 30度 而且告訴我 這原本這段OP是起5 這段OQ也是起5 這樣行不行 好 洗到這邊時候麻煩你 想辦法求P點坐標怎麼算 因為這時候跟角度有關 求這點坐標用角度有關 麻煩你 就想到我們剛才的觀念 這樣行不行 首先你觀察一下 我們去假釋好不好 我P點坐標是起-34 這樣行不行 我這時候去假釋我P點坐標 我去假釋這個角度叫SY打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我剛才講過嘛 我這點坐標可以用長度可以用角度來表示 這段長度是-2 角度是150度 我這點坐標可以寫兩倍COS150度 SY150度 有沒有看到 所以長度是5 角度是SY打 所以說可以寫成5倍的是假設 5倍的COSY打 SY打 SY打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那其中請注意一下 對吧 這COSY打會等於幾 5分之-3 SY打是幾 5分之4 這樣行不行 所以其中COSY會是幾 5分之-3 SY打會等於幾 5分之4 這樣行不行 好 之後第二個 我今天是要求這Q點坐標 所以說老師問你Q點坐標 這SY可以怎麼寫 其實你可以知道 他長度是幾 5 乘3 角度是C打加30度 對吧 COS C打加30度 這樣行不行 SY C打加30度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時候 PQ點 點坐標 K型 5乘3 COSY C打加30度 SY C打加30度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因為這Q點坐標 這長度是5嘛 角度變成 C打加30度 C打加30度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 所以說這時候我要把這SY算出來很簡單 我只要把COS C打加30度 和SY的C打加30度算出來 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對這Q點坐標而言 老師把它寫底下來一點好不好 Q點坐標而言 這AK的事情 這AK可以寫的5倍的 COS C打加30度 還是把它寫到上面一起 因為我怕空間不夠 再三升說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我Q點坐標寫出來 我A軸部分 可以寫成5倍的COS C打加30度 Y軸部分 可以寫5倍的 SY的 C打加30度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寫到這邊之後麻煩一件事情 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Q點坐標 AK軸怎麼算 他這5倍多少 COS C打加30度 有沒有公式 麻煩可以把它拆成COCO 減多少 SYS 所以說這時候AKS 會得5倍多少 把它拆開 他可以寫COCO 減SYS 對不對 所以說把它帶進去 COS C打事情 剛講過COS C打事情 5分之 負3 在30度是 2分之 根號3 減掉 SYS 5分之4 在30度 4 2分之1 所以說把它寫出來 好吧 等於5乘3 這面事情 5乘多少 分母4乘 10 對吧 所以分母第1番 5乘3分母第1番 5二4幾 10 分子的第1番 負3 負3 3 3 再減幾 4 5和10約分 2分之 負3 減4 是出來了 再把Y給算出來 Y4起 5倍多少 5倍塞多少 C打加30度 來一樣把它拆開 它可以拆成 塞 口 口 塞 好 把它帶進去 所以說我們一樣 把去乘開來 答案就出來了 請你回答我 塞 希塔自己 5分之4 考塞 希塔自己 2分之3 加3 考塞 希塔自己 5分之-3 塞30度自己 2分之1 所以說算出來是5乘3 5有多少 10 分子自己 4跟23 減3 所以約分約掉 2分之4 跟23 減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寫到這邊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你去觀察一下 可不可以 所以說答案選幾 答案選幾 選A的一番 A的一番才對 A4自己 2分之-3 -23 減4 我Y應該自己 2分之4 跟23 減3 所以說老是想請問答案選幾 選A選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嗎 麻煩你到這邊 把這邊把看一下 我把這邊寫清楚一點 這邊寫Q點地方 寫清楚一點 OK 的 的 天 的 解